各位观众,刚刚说到街市,街市有一个人躺在地下,屋苑平台附近,看到一个人躺在地下,其实这个人是什么事呢,他不是跳楼,他也是跳楼,但是因为我们不是接到有人跳楼,而是只不过你遇到人跳楼, 是的,没错了,即是说是估不到的,即是你不上班也会遇到这些事,不上班是另一件事,有一天可以再跟他说,又有,我经常都遇到这些,我去其实想着去救火,谁知道呢,就看到跳楼,是这样的,可以去到这样的,所以你刚才问我最深刻的跳楼,就是这两个街市真的很深刻,一个没想过接的跳楼,为什么会变了, 那一宗跳楼,然后那一宗火烛,我没有理会了,是呀,因为一去到看到跳楼的时间,我就走过去,我走过去,我就叫我同事,你去那边,火烛那边,我就在这边,我就在这边,看一看,由头到尾跟,跟了整个案件 嗯,还有你刚才说,其实你刚才说到,有一些灵异,其实灵异那个又是怎样的呢,灵异那个刚才说碎了那个,就很特别的,我将长话短说,将那个故事缩短一点,就是说,那个案件就是,有一天我就打算,其实黄昏,因为那时候天气都,所谓黄昏都入了黑了,我就打算签了簿,就回警官吃饭, 嗯,突然间听到,都啵一声就听到,但就因为有一个距离,就不是说好响,听到有声,那我就,我心里想,是不是又有人跳楼呢,嗯,但是就没有去,没有去,没有去,没有去球证这件事是不是,嗯,那么签完簿走出来,我要有个球场的,那么就突然间就有一个,叔叔,我叫做叔叔,对了,就看着我,他说,阿sir,阿sir,有人跳楼, 好,这样,接着我就心里,其实我都听到的,是,我都听到的,我都听到的,这样都中的,我想起来吃饭,这样,好,接着我说,在哪里,这样,我就带我过去,那我来远,在一个球场那里,我看到,有一个男人就躺在那里,他就穿着蓝色的格仔衣服,啊,你还记得那么清楚,是,蓝色的牛仔褲,是,那我就走过去,那我就走过去,那我就走过去,就是做我刚才的事情,就是手伸,是,是, 其实当时,他睡得很重要,但是,其实很奇怪,为什么睡得很重要,是不合理的,为什么不合理的,为什么不合理呢,因为有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我目击者,见到他跳下来的那个层数,是矮的,其实不是太高的,是,不是那么高的地方跳下来,但是没理由会睡成这样的,没理由会睡成这样的,我觉得很奇怪,但是,但是,当时就最没想过这件事情, 好,但是,他那个带我去,那个部网人,他去到的时候呆了,很害怕,是的,我看着他,我就说,我阿叔,你害怕你站在一边先,一会儿我和你拿新闻证明镜,是不是你觉得他害怕人之常情,是的,没错,我一会儿和他拿新闻证明镜,你站在一边先,那我站在那里不动,我说,我真的害怕你站在一边,他就说,阿sir,不是的,我不是什么,不是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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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他说,刚才我坐在那里看着她跳下来的,即是,那些楼是,有一些篮杆,楼梯口的篮杆,还要写明哪一层楼的,是的,那些屋穿,写得明,2、3楼楼,写一、二、三楼,写一、二楼,写一、二楼,那样写一楼,坐在公园那边,那会儿,他就说,我刚才看到,跳下来的那个,是穿着黄色直身裙的女孩,女孩,现在跳下来的一个,一个穿着蓝色的女孩, 姊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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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男人 然後我第一時間想起 我不是想一些靈異的東西 我想是否有兩個 你看到一個見不到一個 是否跌到另一個位置 但是很神奇地 她那個位置是沒有蟬逢 沒有花槽 即是不知跌到哪個位置 是很開揚的 是一個很開揚的地方 是沒有蟬逢 沒有花槽 然後我又覺得 在我的責任來說 萬一真的有兩件 我發現不到怎麼辦 找人來幫忙 我繼續做這件事 在白車來到的時候 打算送她上車 那個叔叔很害怕地看著白車裡面 她跟我說 她拍我 她說見到那個女生在裡面 她說見到那個女生坐在裡面 但其實車裡面沒有人 其實白車的意思是救傷車 救傷車 是沒有人 然後我猜到她說什麼 因為當時我自己也對這些靈異的東西 都有感覺 所以我猜到她說什麼 我就當她沒有說過 然後我送了她上車 她說見到那個女生在車裡面 在哭著 但這件事其實還未完 就是說我們的同事走上樓運 當然她見到那個女生剝了一雙鞋 跳下來 首飾找不到一雙鞋 沒有雙鞋 是的 她看著她剝鞋跳下來 說找不到一雙鞋 哪一層樓也說 因為有那些字寫著 也找不到其他人的跳樓 任何的物件 找不到 唯有當她眼花 唯一是你眼花而已 算了 但在我第二天 我是那條必的必主 第二天我去簽寶 就有間時多的 老闆其實我也認識 因為我們經常在那裡簽寶 一定會熟 我老闆跟我說 喂 阿水下 喂 昨天跳樓的那個 是否很恐怖 我們在這裡嗎 我說我來遠看 我說我來遠看 喂 在她旁邊 哭哭哭的女人是否她老婆 蛤 但你們是看不到的 是的 但我深知甚麼事 即是說 你看到有個女人在這裡哭哭哭 是呀 穿黃色衣服 咦 看起來一樣 是的 看起來一樣 我根本沒事了 我說是吧 我說是吧 我沒有坐到她 其實這件事就是 很明顯就是 這位穿黃色裙的女人是存在的 那是甚麼人呢 事後呢 因為這些個案 我們會有人跟著 就跟著他有沒有刑事成分 負責跟著那個人 有貼文是叫C王 死C的C C王 他就會做一些初步調查 如果沒有刑事成分 就可以了 有就會交給CID做 他發現原來這個男人 他沒有工作大半年 是 為甚麼呢 因為他跟女朋友分手 是 為甚麼 不是說是女朋友分手 是女朋友 她因病去世 離開了 嗯 他就沒有心機做事 嗯 就變成 她就 屈在家裏面 如果她這樣看出來 其實就像 她太過顧著女朋友 她女朋友 又很捨不得她 找到她一起進去 我們可以這樣去理解 是否真我們就不知道 嗯 這部分我們聽完了 下一部分回來 我們就要再詢問一下 她究竟想跟我們再分享一些 類似 我們現在在說的 空襲飛人人的故事 還是其實可能不是 因為她的月曆太多 我會跟我們分享另外一些故事 我們其實看看後面的背景 你就知道 可能我們一會兒說的東西 跟這個背景有關 對,對,對,對